大家好,現在賴桑要跟各位做介紹的就是現在大家所看到的 Mazinga Z的SD-CS版本的外盒開箱 以及Grando Mazinga的外盒開箱 一次介紹兩個外盒開箱給各位 那各位可以看到說他這裡有介紹兩個模式 一個是SD的模式 一個是CS的模式 那他的盒子裡面兩個骨架都有給你 你可以選擇你要組裝的是比較可愛的SD模式還是可動性比較高一點 比例比較高一點的CS模式 你可以自己去做選擇 那從合繪上來看他一樣也是有一個SD的跟一個CS的模式 看起來相當的帥氣 那在各位看到這個 Grando Mazinga也是一樣他一樣的SD跟CS的模式 那盒繪這邊也是一樣有做區隔出來 一個是比較可愛的SD 一個是可動性跟比例比較高一點的CS模式 那我們現在就先來看一下這個 Grando Mazinga的 外盒 首先各位看到這個就是長邊的盒繪 他一樣有分兩種模式 這一邊是CS的模式 那主要就是把一些關節拿起來 然後這裡用了就是CS骨架的模式 他的可動性比較高 各位還可以看到說他的 關節的可動性是可以像這樣子移動的 那武裝 武裝裝上去之後 也會比較帥氣一些 那這個就是他的兩種模式 那再來這個就是他短邊的盒繪 那另一個盒繪呢就有跟 各位介紹呢就是他的一些不同 比如說呢 他的眼睛呢是不一樣的 兩個眼睛是不一樣的 然後武裝啊等等的都在這邊 那各位看到現在這個呢 他這邊也有一個介紹就是沒有塗裝的狀態 沒有塗裝完成性呢就是用補色貼紙 沒有塗裝完成性呢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呢就把盒子呢打開來看一下裡面的零件 首先呢就是他的說明書 他的說明書呢一樣呢 是一個長長的這樣子 非常保因為是 SD鋼彈的模式 所以呢他的說明書呢相當的 簡單 那製作呢也 不複雜 主要呢就是看你要做哪一種模式 這個就是說明書 然後呢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他給的框架 首先第一個看到呢就是框架C 那框架C我們可以看到就是他的武裝武器 然後還有呢就是白色的地方 這個應該算是灰色灰色的地方在這裡 這個呢就是框架C 再來看到就是黃色的這個 框架F2 那各位可以看到說他有附兩種不同大小的眼睛 那分別呢就是 SD跟CS呢他眼睛的大小的會有些不同 那就看各位呢喜歡哪一種模式來進行組裝 接下來呢是框架E2 E2呢就是後面的這個飛行的 包包還有就是胸前的這個V字型 在這邊的框架E2 再來呢就是框架D 我們可以看到框架D他這邊的這個零件呢都是亮色系的 非常亮色系的 那他的湯口在這裡各位呢 他的湯口是比較小一點的 那各位在組裝的時候呢 如果你非常在意湯口留下來的痕跡的話 要特別注意打磨跟拋光 這個就是框架D 接著呢是框架B 就是深藍色的零件 那各位可以看到說他有附這種打開來的手 是可以握手的 展開來的手 然後還有使用Sandar Brake的 單一的手指頭 還有握拳的 好那這個呢就是框架B 再來呢就是骨架的這個 框架A1 框架A1呢 他的骨架呢是 銷光的黑色 看起來呢相當的有質感 跟一般的骨架呢略有一點不通 因為他現在CS骨架呢有推出的大概就是白色跟灰色 那大魔神的這個系列呢他給的是銷光黑色的骨架相當特別 那再來呢就是他竟然有這個透明件 一個呢就是飛行器的一個呢就是腰部上面的零件在這邊 透明件 H2 那當然呢會有一些補色的貼紙 補色貼紙呢就看各位呢斟酌呢來使用 那他一樣呢會有像這種的 圖示的這種說明書 各位呢可以參考看看 這個呢就是大魔神的外盒 我們現在呢就先把它蓋起來 先把它蓋起來 接著呢我們來看一下魔神Z的外盒 先直接呢就來看一下他長邊的盒繪 他長邊的盒繪呢一樣呢就分成SD跟CS 那主要呢就是關節呢有拿掉一些 然後可動呢一樣呢CS的可動會稍微好一點點 像這樣子 那這個呢就是短邊的盒繪 那另一個長邊的盒繪呢這裡呢則是 跟你說他沒有塗裝的話呢是長這樣子 還有呢就是眼睛呢你可以選擇你要大的還是小的 好 這樣子 那這個呢就是另一個短邊的盒繪 那我們現在呢就把盒子呢打開來看一下裡面的零件 他一樣呢有這個透明件是給飛行器的 是H1 再來呢就是F1 黃色的零件 再來呢就是E1 E1 再來呢就是C 一樣呢是 灰色的 淺灰色的配色 那有這個效果套件呢是金剛飛拳的效果套件 是框架G 然後再來呢就是框架A的骨架 A1的骨架 他們兩個骨架呢是一樣 因為他的編號呢一樣都是A1 骨架呢是一模一樣的消光的 黑色 再來呢是框架D 框架D這邊的一樣的是亮黑色的 以及呢框架B 框架B 再來呢就是他的一些補色的貼紙 再來呢就是他的一些補色的貼紙 各位呢可以參考一下看看你要不要貼 那裡面呢一樣呢會有這種圖示的介紹 再來就是他的說明書 裡面呢就教各位呢怎麼樣來進行製作 像這樣子 那我們呢拿說明書呢稍微的來比較一下 這個呢就是大磨繩的這個呢是磨繩Z的說明書 好 好 他們兩個的設計風格呢是一模一樣的 因為畢竟呢是 算是結構相當類似的機體 好那製作起來呢兩個呢可以像這樣子擺出像這樣 握手的姿勢 因為他有附打開來的手 這個呢就是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就是磨繩Z 跟大磨繩的外盒開箱 那接下來LINE賞呢就在開始在實況中呢進行製作 製作給各位看 那所有製作過程呢都會呢用直播的來公開 那也請各位呢鎖定 LINE賞模型台在YouTube的直播 我們預計呢都是 下午或是晚上來進行直播 那也別忘了要把推播的通知打開 才知道LINE賞開直播囉 那喜歡我們頻道的朋友們呢也可以到 LGH的頻道按訂閱 還有呢可以到LINE賞的Facebook呢來按讚 那我們今天的外盒開箱呢就先到這邊告一個段落啦 那各位LGH的朋友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